《生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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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 過去,大家對殘年的印象是 殘年是一個落魄的 沒有什麼經濟的這個独方 其實全正殘年現在自己掙錢 可以自己自足 過得真的很好 原来你PS是实现不了的 可以用AI实现 所以你要是学的会得多 你这样的选择才能多 当你会得越多 我叫李珊珊 以前也是这儿的一名学生 后来又反聘回来 同事这边的教育辅导工作 全国的餐巾培训基地都有 珍珠市康物教育中心 这个培训是做的最扎实的一个培训 时长上可以反复学很长时间 学老之后在这儿就可以就业创收 在创收期间你还可以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进步 目前我们开设的主要有两大块 除了计算机这块 我们的手工艺这块 有传榻 烙画 玉雕 装表 在这儿学完就业力 可以达到70%以上 比如说创业的也有开玉雕工作室的 开手机店的 都有 我跟你说今天是报名 今天是报名 明天开始供餐 很多残经还是愿意出来工作的 但是残经找工作非常的 我来这儿学 你学点东西 认识点的 那你之前有找过别的工作吗 找过呀 找过呀 但是人家没 社会上招工的话牵扯到有一些技术性的 会选择正常人 我以前学服装设计的 大学毕业之后去应聘服装设计师应聘的很多 因为你的残经人嘛 这些都是无欲录用 所以后来没有办法 就去做客服了 郑州市90%的传户台都走过了 都不要了 后来我找了最后一家 当时我先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是郑州市残联的 我说你有没有按比例安排残经 说完之后对方说啥 我当时吓得都不记得了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再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看我是个残经人 想来你这儿应聘看行不行 他说你下午过来面试吧 这样才可以 得到来第一份工作 我是花了很大心思的 其实还是残经人不够强大 所以才去祈求别人给你一份工作 这个是郑州汉石雕博物馆 对我们这个残经人学完传踏 都可以来这儿试习 来这儿做踏片 残经人为什么说在这块能做好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尤其是听力章案 他听不到外界那么多干扰 就心很尽 专心地去在那儿做 残经人他虽然身体残疾了 但是残经人的智慧还在 如果你培训出来 还是那技能很低的 很容易被人替代的 你还是很难去就业 像他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可以一路轻一点 他玩过你 对 是 艺术没问题 残经他也有艺术才华 他也可以往更高的 艺术上追求来走 你用门技能 就不再是去应聘 别人给你拒绝了 都是别人来请你 这碗访砍开始 一 二 三 开始 加油 来这儿之后 你就像坐上了渔猎快车 可以把很多人送到你该走的轨道上 我们不光展现生活自强的一面 而是我们在每一个行业里面 发挥我们聪明材质 做到真正的技术上的大师 是我们不忍耐到的 我们不忍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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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小天大的人 就笑一笑啊 开心吧 开心